提出要求最多的 也是各方面的游客 都呼吁要把这片园区 很好地留下来 因为展会的功能跟会后的功能 它有一致性 也有比较大的区别 我们是会后利用从这么几个方面 正在往前推进 第一方面是要把宣会园区 真正打造成一个生态文明教育的基地 第二个是市民旅游的目的地 刚才于区长讲到 严谨的交通基督设施 现在已经十分地完备 大家去园区可以去越来越便捷 特别是高铁通了以后 从西者门到那二十七分钟就到 第三 许愿会这片美丽的园区 还会跟冬奥的相关活动 向贤者 向贤借 现在冬奥主委已经多次 要把冬奥的相关的一些活动的内容 放在宣会园区 第四就是做产业发展特别文章 因为园区产业 使严谨结合区里的特点特色 做的功能定位 我们要协同园区区一起 把宣会园区 作为一个产业发展的一个高地 所以目前总共我们是 从这么几个方面来研究 宣会会后利用的问题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